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啦 我們今天來炒個 金莎 蓮蓉 今天的菜還是中紅排 你們有看到我們之前那個 配料那邊 蓮蓉那個顏色 跟胡蘿蔔的顏色好像有點重 那是因為我把它拿去做隔水蒸 因為我發現蓮蓉都比較炒熟 有點難度 這個纖維子比較多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水分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把它先拿去隔水蒸 蒸蒸之後呢 它這個 綿綿的那個粉 可以拿去隔水蒸 你要說把它做隔水蒸 所以要把它蒸得炒熟 我覺得那個蒸真的是 好像是蠻大的 我試過啦 我覺得我沒辦法把它炒熟 好久 吃熟了可能吃起來口感不好 那我们发现用蒸过之后呢 再来炒的话 相对的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一样好 金沙当然是要配上这个肉丝的啦 这两个就要一绝 因为这个生的东西不多 基本上这个莲若银色是熟的东西 而且胡萝卜也算是熟的 这让它到口里面跟其他的植物呢 不过在一起而已 因为这些食物里面生的东西 大概只有肉丝是生的 木耳是生的 其他的像这个莲若都有就是食物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蒸饭之后是不是莲若就会 淡烂的 其实不会 如果你有用莲若去煮过 比如说鸡肉汤啊 排骨汤你就发现 莲若其实不大会淡烂的 它就是烂扎实的 那口感也蛮好的 这个是蒸过的胡萝卜 那我们就蒸过 我是切大块的去蒸 蒸完之后再拿来切成小片状的 它大臉不会烂掉啊 把我们的烤龙汤放进去 蒸完之后它不会烂掉 你怎么煮它也不会烂掉 很奇怪 可是你不去蒸 你要用煮的把它煮到熟透 我没有冲它中心熟透了 可是你会发现它旁边就蛮掉了 掉了 这肉丝哦 差不多 那蛮好的 然后我们就把 的 木耳 绑进来 再上去 然后把我们的蛋白 放进去 那因为今天的菜有点多 好吧 那咸鸭蛋的咸度不够 那就加个 炒饭食盐 蒸一下它的咸度就好 不要太咸 这边 你们慢慢看我的视频发现 好像很多的菜都是从不同的方式在做 那是因为我喜欢买 刚实力的菜 这个食杰呢刚好是联络蛮多的 这个 那个 原在里面的时候会比较 把它盖起来 把锅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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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耳区在锅很快 木耳区在锅很快 所以不用多久 我不想有没有人知道木耳可以生吃 小时候我曾经生吃过 去摘木耳的时候 就直接生吃 可是你如果肠胃比较不坚固的 所以我不赞成你生吃 我先讲好 因为你如果肠胃不好的人 生吃木耳的话可能 可能会拉肚子 那因为我们小时候住在山里面 有时候会到山上去 宅那种野生的木耳 也算是蛮有机的 然后口渴了 没有水的时候就拿木耳起来吃 好 好啦 那我们今天再到 不晓得是什么炒金沙了 你要说是胡萝卜 还是 田野 田野胡萝卜木耳炒金沙 OK 就到这边咯